那回过头来说 潜艇的确是可以给对方的船舰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威胁 那在水面下伏击呢 出其不意的攻击 真的是不好防备 所以尽管我们看到台湾这边一直在讲说 这个打沉打沉 可是呢 其实自己很想要 很想要有个几艘 所以国防部的特种群报是呢 1963年的时候呢 就透过这个管道 像意大利的民间公司呢 购买了四艘可以供两三个人乘坐的这种 袖珍的潜艇 那另外还自行返造了三艘 这也是台湾开始有潜艇的开始 老实讲因为功能太差 而且有些验收是勉强通过 后来就几乎没办法执行任务 那千辛万苦取得的这些迷你袖珍潜艇呢 在1973年的11月就除役了 那海舱部队也就解散 前后算一算这样才十年 不到差不多吧 对不到 以军武装备来讲 这样其实服役的时间很短 对 所以证明说它真的是很不适合台湾使用 是 因为太小 然后有些刚刚讲的 就是有些验收是勉强通过 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要处役 因为国军在造这个袖珍潜艇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都掌握的一清二楚 因为看到你在造了 所以它就在1971年的时候 有商机出现 对 在1971年的时候呢 就同意出售两艘传统的动力潜艇 给台湾 那台湾呢 这边就成立了这个水星计划 第一艘的这个海尸舰 还有第二艘的海豹舰 就在1974年的时候 就来到台湾 那后来呢 这个台湾又从河南取得了两艘舰农机的潜艇 不过呢 我们知道这个海尸跟海豹到现在还没有处役 所以是全世界最老的这个现役潜艇 潜艇在水面下活动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那这么老的潜艇出海 就算你在怎么维修 或者说大修 其实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台湾制造潜艇是势在必行的吗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因为在不对称作战的这种思维下 所以潜艇给了很多人的希望 就是说认为说能够水下伏击 发射个一枚的这个鱼垒就可以打成一切 那不过呢 中科院的副院长他是认为 国造潜艇的这个性能 不会超过现在的建农级潜艇 那它的潜航的深度呢 最多就是200公尺 就是这个极限的 但是呢 可以装备各式的鱼垒出任务 那也就是说 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国造潜艇呢 其实还是只能组装出这个 1980年代的潜艇水平 但是可以装备最新的鱼垒 对于这样子的这种说法呢 我们知道 其实所有的军武设备 或者说军工产业 都是第一步都是要先解决 从武到有 大陆如此 其实台湾也是如此 可是呢 只要有这个计划的走下去 总是能够缩小差距 那我们也看到在网络上 或者说有些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去嘲笑 大陆自治的这种潜艇 这个说什么性能不好啦 核潜艇出海的时候呢 是敲锣打鼓等等 其实我们真的去看 这个大陆用了60年的时间呢 现在的常规潜艇 039型 这个其实是不断的更新 优化 还开发出了这种 所谓的外销型的潜艇 那093型的这个核子潜艇 也是一样的 不断的魔改 那现在还有照片流出 就是说过去突起的这种大龟背 也模改成小维壳 外形就看起来非常的流线型 就很有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 用正面的思维 的角度去看待对方 不要自己还不能照 就一直在笑对手 因为贬异对手 没办法把自己给抬高 这个自己的高度 也没办法变得会更高 那就算要搞宣传 至少也要做到说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我们也希望 后续的这个第二艘 第三艘的这个 自治的这个潜艇 能够一直的魔改 那台湾的军工人 也能够拿出一些成绩 给大家看看 剖出这个 现在外界的一些 风风雨雨的这种传闻 其实平常说 大陆的潜艇技术 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 应该有非常大的提升了 那我们先不管台湾的 要不要把对岸思维 加想力或怎样 我觉得台湾自己本身 就是要激起直追 基于一个防卫的立场